本期给大家讲一部另类的丧尸片 霸主 该片被大家戏称为 使命召唤丧尸模式 把二战与丧尸结合在一起 是个蛮新鲜的创意 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看片吧 诺曼底登陆前夕 一支散兵小队接到一项特别任务 他们必须在诺曼底登陆战打响前 找到并摧毁德军 设立在一所教堂上的信号干扰塔 进而为盟军登陆作战扫清障碍 趁着夜色 运输机进入了法国上空 还没有到达指定地点 他们就遭到了猛烈的防空炮火攻击 很多新兵连德国人长什么样都没见到 就丢了小命 这时飞机燃起了大火 眼看就要坠毁 士兵们慌忙跳伞逃命 小黑艾德第一次上战场 哪里见过这阵势 迎着密集的火力 硬着头皮一跃而下 快要接近地面 这才成功打开降落伞 结果幸运地跳进了河里捡了条小命 刚爬上岸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 又是一轮机枪扫射 艾德吓得连滚带爬逃进树林 这才发现树上挂满了战友的尸体 终时也被德军火捉死在乱枪之下 他继续前行 好不容易找到了几名幸存的战友 现在下士成了这里的最高长官 极有的五人按援计划向着村庄前进 突然一声巨响 一名士兵踩中了地雷 瞬间被炸成碎片 没有想到德军在这里布满了地雷 其余四人吸取教训 排成一排用刺刀一步步试探前行 不久几人遇到一个叫洛伊的法国女人 在他的带领下悄悄地摸进村庄 这里被德军彻底占领 昼夜有士兵巡逻 洛伊掩护几人藏进他的住所 这时窗外突然吵闹起来 原来德军为了什么失眼到处抓人 稍遇抵抗就开枪杀人 洛伊的父母就是这样惨遭毒手 现在他的亲人只有弟弟和生病的阿姨 走廊上小黑被奇怪的声音吸引 好奇心作祟的他走过去查看 结果差点吓尿了 看来阿姨并不是生病这么简单 洛伊说自从阿姨从德国人的实验室回来 就成了这番模样 深夜一名德国军官突然造访 看他的举动不用说 大家也明白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楼上的艾德看不下去了 不过忠实的阻拦下楼俘虏了德国军官 忠实认为艾德的鲁莽 完全破坏了整个计划 避免德国军官呼叫援兵 忠实一个结实的头锤撞晕了他 接着命令艾德去骑和其他人 准备寻找干扰他 夜幕下艾德并没有找到队友 却看到一大批德军正忙着什么 只见他们从车上搬下几具 半死不活面容恐怖的尸体 接着用火焰喷射器 将他们全部烧毁 眼前的一幕让他倍感震惊 完全忘记自己的任务 这是一只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的军犬 追着他一顿养 慌忙中艾德竟然爬上了一辆装满尸体的卡车 很快卡车到达德军基地 这里原本是一所教堂 现在被德军改造成地下研究所 天天都会送来大量的尸体和战俘 供他们做恐怖的人体试验 艾德对这里的一切充满好奇 凭借肤色开启了前行模式 不但顺走了一只神秘的血腥 还成功救出一名战友 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下水道全身而退 艾德归队后把所见所谓一五一事汇报给夏氏 夏氏觉得这个发现非常重要 于是拿着血腥问德国军官 这是什么东西 德军抓那些村民 到底在做什么试验 没有想到这家伙的嘴又臭又硬 死活就是不说 夏氏一气之下把他吊起来又是一顿暴打 到天亮时才问出教堂里大概有四十多人助手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夏氏决定带着德国军官一起上路 让战地记者把他带下来 记者拔出枪小心地用脚试探了一下 看来他是昏死过去了 就算放到地上也一动不动 正当记者想要找战友帮忙时 德国军官突然把他扑倒 枪也被夺了过去 几声枪响记者应声倒地 战友们闻讯赶来打倒了德国军官 战地记者伤得很重 伤口不停地流血 最终还是离开了大家 艾德悲伤之余 突然想起自己从实验室里顺出来的血清 就将他全部注入记者体内 任务还要继续 队友们准备收拾上路 你见过中枪死掉的士兵起死回生吗 刚刚被枪杀的记者突然坐了起来 大家全部背心地待在原地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一定是那针神秘的药剂起了作用 下一秒他的身体开始发生恐怖的变化 不仅变得力大无穷 而且对战友们开始攻击 下时一看这情况不对 便开枪将他射杀 这时德国军官说出了实话 他们要打造一批永生不死的士兵 话音刚落 原本倒下去的丧尸又站了起来 艾德这时一反常态 冲上去对着丧尸的脑袋 就是一顿暴击 大家惊魂未定 没有人发现德国军官趁机溜了 还抓走了洛伊的弟弟 队员们随即冲了出去 与德军展开激烈的交火 混战中数名德军被击毙 下时还一枪打烂了军官的脸 结果还是让他给逃走了 现在的问题很严峻 以他们几个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和德军正面交锋 想要完成任务 就必须要制定详尽的作战计划 一招调虎离山应远而生 洛伊首先出场 成功吸引一名骑摩托的德军 用几枪他活捉 给他的摩托上装满炸药 固定油门锁死摩托的方向 让他静止冲进德军前哨 队长见这家伙嘴被封住 一把扯下胶带 一声巨响哨兵全部倒地 接着两人开启了收割模式 凭借强大的火力 哨兵小队全部报销 增援部队也未能幸免 下石带着艾德与洛伊 从下水道潜入德军实验室 他们不知道的是 之前被下石打伤的军官 为了保住小命不顾一声的阻拦 连续注射了两只血清 这时他已经是个 拥有不死之身的丧尸了 艾德就弟弟心切 任性地走了另一条路 在击毙一名德军后 被人算计错误地 打开一扇关着丧尸的门 幸好艾德及时赶到 然后在另一间实验室里 救出了弟弟 正当节俩准备从下水道撤离 逃出的丧尸一把 将洛伊拉了回去 这显然不是一般的丧尸 普通枪击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洛伊对着他的头打了几枪 也未能将他击杀 不一会儿他又爬了起来 洛伊在逃跑过程中 发现了火焰喷射器 最终丧尸在烈焰之下化为灰气 而在实验室安装定时炸弹的 下士遇到了大麻烦 遇到了变为丧尸的军官 二话不说 见到下士就是一顿暴打 接着拔下定时器轻松捏碎 军官觉着并不过瘾 也准备把下士挂起来吊打 不过他这里没有绳子 只有钢钩 眼看下士被折磨得快不行了 即使与小黑再次赶到 几声枪强子弹打完 不但不起任何作用 自己也被打得满地找牙 但这给下士争取了时间 他拼命地从钢钩挣脱 随手拿起一只血腥 扎进自己的身体 虽然下士的战斗力得到增强 但是几个回合又被打倒在地 这是艾德打爆军官脚下的氧气罐 一声巨响军官直接起飞 没有想到这种程度的爆炸 也未能将军官消灭 同时更多的丧尸也被唤醒 下士让艾德先走 自己决定留下来 把这里的一切毁灭 不能让这些恐怖的东西离开这里 他点燃手中的烈性炸药 一连传的爆炸 让整个教堂瞬间崩塌 干扰他也随之毁灭 同时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 开辟了第二战场 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 然而战争并没有结束 艾德被长官调入了其他连队 至此电影结束 这样的二战题材丧尸片 你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不肥灭 你不肥灭 就不肥灭